欢迎收看大新闻大曝瓜 虽然我们才刚突破60万订阅大关 但还是请大家继续帮我们冲订阅 同时按赞分享很重要 以及投票 那么最近的我们的投票的议题 可以说是大家的反应都非常热烈 投票非常的踊跃都有破万 那么今天的这个问题也是 我们等会就立刻会被讨论到的议题 也就是还是王毅川事件持续发酵 那么他先是被国安局内政部切割 在今天就连他的前长官 还有算是林家隆的子弟兵吧 都说我是我 王毅川是王毅川 你觉得绿营到底会不会保他 一会 二不会 三 你有不一样的看法和观察 非常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 好 就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欢迎台北市议员侯瀚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前立法委员郭正亮亮哥 大平安 还有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大家午安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王毅川闯祸了 但他昨天呢是躲起来 没有面对媒体 不过他还是照常上节目 但他上绿营的节目谈什么呢 他当然不会去聊监控这件事嘛 他谈罢免篮尾 他骂傅昆奇 但是到了昨天深夜 他po出了三张图 好 我看到这几张 那这几张图呢 他主要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呢 这个是他欢迎大家要来台中玩 他说这三张图是关于台中市市府观光旅游局分析的游客行为 在这边 重游率啊 平均停留时间 流速点啊 等等的相关 男性别都有啊 然后年龄在这边 男女占比等等的相关的资讯 留了一句话 欢迎大家来台中玩 好 那所以这个台中市府观光局呢 也赶快出面解释 他说这个是大台大湾台中官网呈现出来的数据 都是政府开放资料 open data 只有区域内一定时段的人口统计的资料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这都是去识别化的资讯 完全不含个资数据 绝无个资疑虑 好 那么换句话说呢 其实王毅川最早在三立节目上所提的 那一连串的说法呢 其实并没有去识别化 好 但是现在出来帮他洗的 包括是民党发言人吴征 这个他说民党并没有相关的设备 是王毅川自己综合现场 网路资讯 问卷调查等等的资料 事后所进行的媒体分析评论 而且519 524活动参与者的轮廓概样 和民进党选拳之业的群众 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这不需要各资就能够判断 但不是啦 你会发现说 这个话虽如此 吴征是这样说 但其实 其实王毅川当时在节目上的说法 我还原一下 王毅川怎么说 他说我们是用手机去看他的年龄 来去判断立法院外抗议群众的年龄分布 而且他指出了524 519和选拳之业参与者的不同 我们有去比对过 因为这些人的讯号不同 所以当时主持人还很惊讶的反问说 现在时代进不到可以降比 王毅川是怎么回的 他还回说 因为你去对他那个什么基地台的讯号 都对得到 可是当然这个吴征出来帮他缓加 包括原他的说法 甚至说转弯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没有 这个是综合现场网络资讯 问卷调查这公开的资料 而他做的判断 但问题来了 包括在这个今天黄伟瀚在节目上也提到 他虽然说台北新北台中电信业者 他也都一个个问了 某电信业者对于性别年龄国籍 现实都已经可以做到识别 但要去识别化 是吗 台中市府的官吕局也这样说 他们都会去识别化 完全不含个资资讯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这里 王毅川讲到轻秒行动和519民众党集会 凯盗选前之夜是不同批人 这已经识别化了 侵犯个资 所以王毅川麻烦了 先请教汉庭 王毅川真的麻烦了吗 你看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有谁出来挺 一个是吴征 但因为他是发言人 他不得不挺 然后再来呢 就是一个林楚英 大概因为跟他是三立的好朋友 除此之外 好像没人出来挺 就连他的老长官林佳龙切割 然后NCC也说这件事情我们也无法可管 最关键的北检是主动出手要来调查这件事情 还不是说有蓝营的人刻意去告发 北检主动调查 而且法务部在面对质询的时候 也说了这确实是有违法的问题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要来扛这个锅 对吧 就只有王毅川自己要来解释这件事情 那如果真的如同王毅川所说 就是清清白白 各县市政府都在用 理论上民进党应该从上到下 极力护航啊 怎么没有护航 因为扯不下去 而且第二个就是各县市政府用的 跟你讲的很明显是不一样 因为其实在第一时间 就台中市跟新北市 都已经有正面回应这件事了 就我们市政府所调查 绝对不可能拿去跟其他场合来做对比 而且第一个很关键 那王毅川你凭什么可以去要到这些资料呢 就你凭什么可以要电信公司提供呢 新北市台中市 我们办大型的活动 那这是我们局办的 所以我们局当然希望市政府 希望能够了解这些人的样态 所以电信公司会提供 那你王毅川凭什么要电信公司提供 524门口的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或者你说因为这个跟民进党有关 或者比如说选前之夜是民进党有关 民进党假设有理由可以要求提供 那请问民众党519的人群 你王毅川又是凭什么要求提供呢 你说民众党自己要求提供一下 看我们这边的人群规模 那也就算了 其实也是不行的 对 其实也是不行 就政党是没有理由 没有法院依据 可以来要求电信公司提供的 就目前的法院 就是就政府在办大型活动 也仅能够知道 大概人数啦 其实人数是透过警方啦 就大概知道年龄层跟性别 如此而已 所以第一个关键你王毅川有什么资格 可以要求这些电信业者提供资料给你 而第二个因为你讲得很清楚 你是拿来跟其他的来做比对 所以你就算拿到了 好这个选前之夜的 你就算拿到了立法院门口的 你又怎么可以拿得到 519民众党前的聚集 而且呢你拿完之后 你还可以拿来做交叉分析 你知道说有没有同样的人 这什么意思表示你已经很具体锁定到个人了嘛 否则你怎么知道谁来参加谁没来参加 现在吴征事后解释说 因为可能根据年龄不太一样 对吧就是说他愿意去参加什么 这个民众党的比较年轻 然后呢参加选前之业的年纪比较大 那我请问一下难道没有一个重复 比如说是30岁的吗 没有一个30岁去参加选前之业吗 没有一个30岁的跑去参加519吗 那你怎么判断这30岁的不是同一个人呢 因为你已经锁定到具体同一个人嘛 所以技术上要具体透过手机锁到一个人 能不能做到当然可以做到 比如说过去在疫情期间 万华我们不就是特定锁定了 有多少人经过万华附近 然后健保卡直接注记吗 这就是透过技术上可以直接锁定到个人 然后再直接锁定你的健保卡 然后当事人毫不知情 所以这套技术只要留用 民进党作为执政党他想用 他当然就可以用 现在偏偏就是有一个王毅川 自己的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而且好像觉得 你看我们有这份技术我们的了不起 我们这个分析比对 哇这个头头是道 然后主持人被唬得一愣一愣 那结果不知道这完全就是犯法的事情 因为对民进党来说 透过这种监视的系统 来了解全台湾人民的分布 对民进党当然是司空见惯 不过现在因为北检要分岸调查 是否有违反通保法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因为北检要查 当然是有所期待 查出一个真相 反正进入司法了嘛 可是会不会检调也是虚晃一招 因为我看到很多网友在讲 有这样的疑虑 就是有人说 感觉像台南议长会选案 因为球员裁判 现在感觉都是民进党的 那么亮哥会不会 其实这也只是做一个灭火的动作 最后又是查无不法 本来是90 你直接讲答案了 不是啦 因为王毅川一定会讲说 他是根据他的经验判断 就是无争那一套 然后凑了凑 他甚至还讲说我去现场看 那来的人的脸都长得不一样 那连这种屁话都可以讲 那民众党的厂你都常常去啊 我跟你讲 这个一定是长期有在追踪 才会确认说这个人是 常走民众党的厂 这个人常走民进党的厂 对不对 对 这一定到各自的认定 对 如果你只是一个总量的统计 去识别化 这个商业就有了嘛 新北市那个旅游局就是 他百货开场 然后一个人流 从这个区域流到这一个区域 这个就跟我们那个Google的塞车一样嘛 塞车那个是连总数都没统计嘛 他只是出现过了一个标 他就说这里是红色区域 对塞车 对不对 那事实上大数据当然不只做这样 大数据可以做到那个数字可以呈现 可是这样还是去识别化 是 我就告诉你 这个区域大概多少人 他会移动嘛 他做的不是这个 他做的是 这次来的群众是没有去过民众党的场 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民众党那519的8000人 没有来今天这个场 又显然你知道那些人是谁嘛 所以这个绝对是到各自的问题了 绝对是识别的嘛 不然你如何认定 这个就刚刚那个 那个汉廷讲的很对啊 疫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标定 某人在哪些地方行动 足迹 对不对 那用健保卡跟GPS绑定 就知道你在你的足迹嘛 对 因为那时候要匡列隔离嘛 没办法嘛 大家还可以理解嘛 那匡列这个技术 识别的技术 这个这个技术早就有了 我跟你讲因为我在学校 教网路行销 有时候还会谈到一点大数据啊 那个是算力的问题嘛 演算力 现在演算力这么厉害 那瞬间就知道了 对 所以我立刻就知道 现在到民众党这些人在 过去一年来他来参加几次 这个绝对做得到的啦 那结果就发现民进党这一边 那些人都没有来啊 就这样啊 而且他还讲到年龄层 年龄层这也是识别化的资料啊 所以这拱川就是 平常爱吹牛嘛 因为这样有流量有收视率 所以我黄伟汉第一天就叫 想救他了 说拱川你就承认啊 说我为了收视率了 就唬烂唬烂 你大概就没事了嘛 偏偏不要 还在那边硬掰 说我是有根据的 还截脸书 说新北市旅游局就有这个资料 还找那个Lindata Lindata就是中华电信外包的一家公司啊 可是人家的资料 也没有你讲的那种资料啊 人家 事实上我后来有去问中华电信 他们说啊 他们可以识别到年龄 可以 可是这个是商业基因 它不能支付给人的 对 这个是委托之后 然后我就告诉你一个总数 可是我跟你讲 绝对不可能识别 你是不是民众党支持者 这绝无可能啊 我跟你讲啊 他 他破梗的最大的一个败笔 就是他讲 这都不是民众党的 这个严重啊 我跟你保证 没有一个商家会去做这种调查 谁去做这个啊 百分之百是警政署或安全单位 对 对不对 那个商家会去调查年龄 这个我可以理解 可是 这个群众长他去调查年龄干嘛 这个没有商机 所以显然就是 一定是警政署或某些安全单位做的 国安局不认啊 在昨天第一时间就说没有 我们没有 不是他做的啊 当然不是 国安局 国安局只有九百人怎么做啊 要做一定是警政署或调查局啦 一定是这两个单位啦 昨天刘世芳也说 对啊 内政部也说没有啊 内政部当然不知道啊 警政署怎么会立刻跟你报告 而且你才是刚上任 上任没几天 刘世芳干脆就去讲说 王毅专跟我不同派系的 我不会告诉他 这不是更直接两道 就这个意思啦 对对 刘世芳现在当然不知道嘛 他会去问警政署啦 会去问调查局 早晚 我跟你讲啊 事实上我早就知道有类似的操作 因为那个时候韩国瑜 2018 2018也不是主要的 2019啦 对 我们中天被罚了60万 就是龙介仙来中这个 新闻龙卷风就讲了嘛 监控韩粉这个部分嘛 然后NC就罚我们60 60万 我跟你讲他们不可能没有去看 因为他们要去算韩粉的流量有多大 对 所以他一定要去估 因为那个人数在大到 谁看了都会吃金嘛 所以他一定要有流量的统计 这是必然的 那至于有没有 到识别化的程度说 这个人是重复来 这两个月来来了几次 我跟你讲你如果要问这个 那一定是识别化了 如果你怎么知道他来了几次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有锁定到 要确定 韩国瑜这半年来 这个人比如说参加了10次以上是为热烈韩粉 20次以上叫做狂热韩粉 那是不是有这种标签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绝对做得到 这个在大数据分析绝对做得到 因为坦白说这个我们商业用的行销 也常用这样的数字在统计 比如说这个人回头客 那来本店消费过几次 那消费过20次以上就列为贵宾卡 就是VIP 钻石卡 这个一定有大数据的东西来统计的嘛 因为你的那个消费来的那个消费者的量太大了 所以你说对游行中的那个行动中的人群 他会不能够处理不可能的一定可以处理 因为除非你没有手机 因为你申请手机你就登录嘛 除非你这个从小就学会保密房碟那一套 都是用到商店买王八卡 不然你肯定有资料的 因为你一定要输入你的性别 你的个资啊 那因为电信公司或者百货公司 会想方设法给你一些小福利嘛 让你愿意提供嘛 那你的个资就会累积越来越多嘛 那都是跟着你的号码啦 因为号码 我们的那个身份证 还有你的手机的号码 还有健保卡的号码 就是我们各自的三大号码 那到最后可能都绑定 健保卡不一定会绑定啦 可是你的身份证跟手机号码 只要从事交易必然绑定嘛 那他只要 我们通常叫嗨客啦 他只要嗨到你的资料 那他根本不是嗨啦 他就直接从电信公司拿资料 所以他怎么会没有资料 当然有啊 事实上如果他再联到了POS系统 我还可以知道采薇常买什么衣服 确实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那个全民公敌 所描绘的那个场景 事实上已经实现了 他可以把所有的数据总归户嘛 所以 甚至美国都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 因为 美国现在选举也都用大数据在选举 他甚至还可以判断 比如说采薇定什么报纸 看什么杂志 然后就判断 他大概是民主党的选民 已经在做这样的 然后再看他的年龄一层 然后就分重记文宣 这种技术早就出来了 所以你说 我们台湾会没有这种资料 我不可能啊 台湾是大数据高度发展的国家 你绝对 你可能没有美国那么可怕 可是在亚洲一定是首屈于此 一定有 一定有这种资料 我们今天的这个投票到目前为止 虽然才进行17分钟 但基本上是一半一半 好不好 大家怎么看王毅川事件呢 因为他先是被管局 还有内政部切割 而且在今天前长官林佳龙 也直接说我是我 王毅川是王毅川 所以你觉得绿营会不会保他 那当然比较多数的是51% 才刚刚过半数 认为不会 但是也将近半数 48%认为会 所以我刚刚 我跟你讲他是三立红牌 而且选举的时候是有作用 对 所以对绿营来讲他是有价值的 对 对绿营也是有价值 因为他可以助假 而且他是政策会执行长 对不起那个是小英留下来的 所以不是赖的人 所以赖金德不一定要用他 所以认为不会的就是新潮流 这样子 当然啊 彩卫也是新潮流 而且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了 他还是不分区地补第一名 对啊 他有两个努力 这两个努力很多人都要 所以通通都不保 都不保 你也觉得不会保 我觉得不会保他 但是最后会保他一个职位啦 因为毕竟他现在算是台面上 政国会 如果要说有实权的话 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毕竟外交部长 其实对林嘉隆来说 那个是不是有实权的话 其实是没有什么存在感 也没有什么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其实第一时间可以看得出来 是没有想要帮他 背这个唬烂的黑锅 因为第一真的太唬烂了 第二呢 他还凸显了一件事情 是不是民进党有做 非法勾当 这个我等一下 一一来跟大家爬梳 所以我觉得 在这些台面上的人呢 除了包含发言人之外呢 可能都不会去帮他 背这个锅 可是最后 会不会保他一个职位 我觉得还是会来说 最后会不会 经历法院啊 我觉得这都是会的 都是有可能的 但为什么我刚刚会说呢 第一太唬烂 第二 这个会不会有做非法勾当 我们从唬烂 这件事情来看好了 首先呢 我问大家 现在在你的手机当中 有很多的诈骗讯息 然后包含知道你是谁 然后你妈妈的电话 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以及你的年龄 等等的你常出目的地方 你会不会需要买一些电脑 等等的 这些都是谁才会知道 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他有非常详细的个人资料 诈骗集团怎么会有这些详细的个人资料呢 很显然嘛 他用非法的手段去跟人家买到的 那他去哪边买这些资料呢 很多包含健身房 又或者是有这些通通要加入会员制的 这一些商场业者大型机构等等 这一些他都很有可能把这些资料流出去 又或者是说呢这个后台厂商 他有人有了跟这一个健身房 可能又或者是跟这个业者有了不法勾当 然后他偷偷把这个资料卖出去 卖给需要的人 这个都是当时候我在帮很多人处理 这一个诈骗案件 我得到的讯息 而且呢他就是事实的存在 所以今天我觉得 民进党要出来讲清楚的包含 你到底是不是做了非法的勾当 你到底从哪边得来这个讯息 因为按照王毅川讲的呢 这完全唬烂的 不可能有这 不可能从电信业者得来这些资料的 因为他怎么说 他是说他从这个基地台的讯号 可以去比对出来 这些人有没有去参加过这个 柯文哲的519活动 然后是男生是女生 然后年龄层大概分布在哪边等等的 所以他才可以去分析出 小草其实也没有少 但民进党年轻支持者也没有少 他的资讯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第一电信业者是不可能提供他这个资讯 所以今天电信业者马上出来反驳他了嘛 他说我们不可能提供这个资讯 我们提供的资讯 其实就是包含人流 而这个人流的确是有在贩售的 但是贩售给一般政府的观传局 或者是活动公关公司 他会只会告诉你 就是说大概我这个人流 我在什么时间点 人流是最多的时候 反正就是一定去识别化 一定是去识别化 他不会让你知道个人资料 因为不能贩售个人资料嘛 所以等于第一 他自己的说法就打脸他了 这些资料 绝对不是从电信业者得来的 但是这些资料 会不会能不能取得 其实是可以的耶 可以的耶 因为谁取得了 诈骗集团取得了啊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连结 那民进党是诈骗集团吗 好啦 其实某种程度 他们也是诈骗集团 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跟诈骗集团 会有相同的资料耶 好可怕喔 等于说他可以知道我是谁 然后我的性别 我的年龄 甚至是我的立场 传讯息给我 这才是我觉得 今天民进党要出来说清楚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出来要说的 不只是有没有透过电信业者 去拿到一些不能拿的资料 另外一个是 到底他们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去拿到这些资料 因为我觉得一半有唬烂的成分 没有错 但是另外一半呢 我真的是怀疑他们 是不是有跟其他非法的机构 去买一些资料 对而且其实还包含啦 还包含因为像我们这个 戴这个苹果手表 又或者是苹果手机 有时候你在下载APP的时候 他都会不会问你说 哎你要不要被什么追踪 然后又或者是说 我们每天跑步的一些记录啊等等 那些事实上 其实都会有一些定位追踪系统 那这些定位追踪系统 它再去比对你的使用年龄 因为毕竟我们买手机 都会有使用年龄嘛 的确 这个都是比对的出来的 是可以的喔 但是他不会流入到一般人手上 更不会流入到党政高层手上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担心的啊 很显然呢 今天民进党他们可能透过了几种方式 第一个非法的机构 是不是有可能 有 是不是跟那些诈骗集团 同样的一个路线 同样的手法 去买到这些资料 第二个呢 其实我们在疫情期间 不只是刚刚汉庭讲到的那个健保卡等等 我们不是还有什么 那时候卫福部设计了一些APP吗 包含什么 那个保持距离的社交距离的APP 对不对 那个也要你的资料对不对 也要你的定位对不对 那所以民进党有没有利用这套系统 去抓出资料 拿出来做不该的用途呢 那个时候的用途是什么 做来防疫 可是现在这套系统 民进党有没有持续在用它 截取里面的资料 把它做为现在他们的政治攻击的用途 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 其实还有包含民进党当时候 有一大堆券啊 什么六倍券啊 振兴券啊等等 这些有没有资料 对 有没有我们的地址 年龄 都有的吗 对不对 可是我们当时候是因为要振兴 要防疫 所以我才允许给他 当时候都是一个非常时期 非常状况嘛 但很显然 民进党现在很有可能 去利用这一些当时候 从非常时期 非常状况 而取得的资料 拿去滥用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种可能 我觉得王毅川都要讲清楚 那我觉得呢 接下来有几件事我们要做 第一 要不要考虑去告他 假讯息 设違法假讯息 因为的确就是有唬烂嘛 连当场那个主持人 我看他表情都 他现在科技可以演算到这种地步 第一他绝对是有唬烂的成分 所以绝对是有假讯息的成分在 所以假讯息受违法 第二呢NCC 也需要去告发吧 他在媒体上讲这件事情 你这个主持人第一没有制止嘛 然后大家还跟他一起起后嘛 甚至到现在连个澄清的讯息都没有耶 我们在2019年中天就被罚了耶 那三例他罚不罚啊 对三例罚不罚 这个就是个问题啊 NCC 绝对我们会去检举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要求民进党出来澄清 我就是直接在这边质疑你们 是不是有透过非法的管道 去取得这一些个人资料 因为的确喔 是可以取得得到的 那你们是不是透过非法的管道呢 我觉得民进党还有包含王毅川 都不能摄影要出来讲清楚 否则今天我们不管是明代 或者是一般民众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害怕耶 我一走出去 天哪 所有人都知道我在哪边 对 然后可能我只要稍微接近总统府 诶 我的资料可能是不是就 躺在总统府某个单位里面了呢 那个侯汉廷要接近总统府 他是不是 因为讨厌民进党 所以可能有攻击的意图 所以是不是某些单位 就会有他的资料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讲清楚 因为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要查嘛 那个张雨昕刚报了一个大料 大料 是中华电信大数据总监李承伟 那这个人跟 他估计啦 应该是跟林佳龙王毅川很熟的啦 而且他也是民进党的关系 所以从一个记者 后来进入中华电信 然后后来升到这个位置 那事实上也在2020年 邀请过多位民进党的幕僚 在中华电信总公司会议室密会 提供监控的电信热点数据 作为选举的利器 就是掌握你的实际位置 然后只要输入门号 就可以知道你的移动轨迹 就是这样 所以事实上 王毅川的资料 获得很可能 就是来自这个不法的管道 那中华电信大数据总监李承伟 还有中华电信 应该要出来说明 对 所以要查嘛 那在这边附带议题 就是包括国民党立委徐玉珍 他说24号晚上 立法院院区内有台湾 有一台电信公司讯号的强坡车 他说民进党是否利用这台车 在搜集立法院周边使用者的数据吗 那我说 国会改革无法之一的 这个在调查权的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现在国民党这边打算呢 将这个王毅川电信监控 以云列入调查权生效之后的第一章 那么同时现在国民党团呢 也打算在下周一 邀请相关单位 像是NCC到立法院报告 好所以呢 王毅川世界呢 目前看来 等于也是给国会改革 可以说赋予了一个正当性吧 因为调查权在这个部分 你看就至关重要啦 所以感谢公子好心送头 公子送枪 谢谢王毅川 谢谢王毅川送枪过来 那当然因为这整个技术 其实都是可行的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 就宇轩所报的料 就是从2020年的时候 然后2021年透过疫情 去做实践跟测试 所以2022、2023至今 应该是应用的相当纯熟了 对 就王毅川如果要否认的话 他应该立即的 把自己所拿到的报告 就全文勘载出来 然后告诉大家 你看我只是依据这些报告 所得出来的分析 而且你要证明说 这份报告的内容 那长得就跟新北市 台北市 什么台中市 长得一模一样 或差不多 那你才能够说服大众 所以在王毅川 没有拿出他的这份报告之前 讲的任何话都没有可信度 而第二个也要告诉大家 那这些资料哪边可以得到 又凭什么是王毅川你可以得到 那如果不是民进党 动用行政机关的力量 有机会能够获得吗 再一个 那他们获得了这些资料 如果是透过非法的手段 不是透过我们前面所说的 市政府基于公益观光旅游的目的 而是民进党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那么请问 他搜集这些资料 搜集多久了呢 应该是从疫情期间到现在吧 如果我们追溯更早 如果是从韩国瑜的时候 当2019年选总统开始做测试 那么在这段期间 我们本来就是无时无刻 不在老大哥的监视之下 他搜集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又问 那请问他到底搜集了 窥探了多少人 跟多少的种类 跟多少的样态呢 就他如果能够很精准的定位到 这边的人过去 参加韩国瑜的场合 参加科文的场合 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能够精准锁定到个人 然后能够窥探到每一个个人聚集的流动 然后年龄性别甚至居住地对吧 因为你把手机带回家 就知道你的居住地了 那甚至如果再去查的话 也知道你这个本人 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健保卡都能够查得到的话 这民进党掌握如此庞大的手段跟技术 不去查通气犯 然后就跑过来抓韩粉跟抓小草 不觉得民进党是非常可悲的吗 不用了这个技术来造福人群 然后打击坏蛋 因为他自己就是坏蛋 所以他到底查了多久 第二个他查了多少人 再第三个 那自从他有了这些技术 以及有了这些资料之后 那这些资料 谁都可以看得到呢 就王毅川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 已经是一个很low的人了 就如果今天我们讲 国安局长 调查总长 什么检查总长 就是你好歹可以理解 三军统帅 那国防部长 你好歹可以理解 对吧 就他不是一个合法跟正当的 但是那个层级的人如果看得到 你好歹可以理解 好像他也可以有这个权限 可以知道 连王毅川这种咖 他都拿得到 那请问不就表示整个民进党 都拿得到吗 有谁的咖位 比王毅川还要来得低吗 所以就要问了 比王毅川 而且你没看到过这份资料的 就表示你比王毅川都不如 对不对 你看吴征他可能就看不到 那赖清德会看不到吗 王毅川都看得到 然后你看不到 那请问一下过去 蔡英文时期的 所有一线的部会首长 所有的国安人员 所有的这些政务官 是不是都看得到 那民进党的党公职 就政策会执行长以上的 是不是也通通都看得到 所以这个问题就带来说 不仅是王毅川爆了这个 而是说王毅川的身份 跟他的咖 就连他都能够看得到 那请问一下 这就表示在整个民进党上下 早就把这种资料 当作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了 所以如果民进党里面 但凡有人有点警觉心 这份资料有违法的疑虑 好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国安会 几个人自己看一看 这个就是秘书长 这就是国防 国安会长 国安局长 可以看 蔡英文可以看 赖清德可以看 行政院长可以看 现在连王毅川都看得到 你就知道 就民进党多不把所谓的法律 放在眼里 多不把所谓的人权隐私 放在眼里 好 那最后一个层次 他们都看完了这些资料之后 那请问这些资料 由谁来保管 这些资料有谁 又会来把它删除吗 好像也都不会吧 不知道 那都留存在哪里呢 这些数据的资料 留存在哪里呢 那留存有不外泄的可能吗 就如果依照我们过去多次行政部门 公家部门 各种按网上都可以找得到 我们调查单位人的名单 都可以找到全台区公所乡镇市长 军人的这些联络资料的话 这些机密难道能够藏得起来吗 所以这就表示这些资料 我猜想其实早就已经流窜到各地 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 最后我要提醒 这什么呢 就过去举凡是国民党的县市 或者像以前柯文哲在推什么 台北通的时候 民进党还有这些所谓的这个 第三势力 就一大堆在那边抨击 侵犯人权啊 这个侵犯隐私啊 你们在哪里 你们现在在哪里 面对这种事情不应该出来吭声吗 我举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苗博雅 当初台北市就是推个悠游卡 推台北通 对吧 然后苗博雅 这个侵犯人权啊 然后一堆时代力量 好一些民进党 就跟他侵犯人权啊 这个侵犯各自啊 然后疫情时间呢 照样侵犯各自 他们就不说话 好了 那现在这个当初疫情 还有一个理由 为了防疫嘛 这个有一个大帽子 那请问这种事情 有什么理由 有什么正当性 就是为了民进党的自己统治而已啊 所以在这边 不仅是谴责王毅川 还有上上下下 所有的民进党 这是一个恐怖统治的行径 第二个 我们要谴责过去的 那一些双重标准 那些假道学的人士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 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 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啊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